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侵犯学生的受教权 说是凯人民的由拿孩子的未来来自肥 甚至又将来工会会比县市政府大 这样的一个延迟来污蔑团体协约 不管是所谓的每日工作八小时 寒暑假到校两天 甚至所谓的免费健康检查 这个都是现有法律规定的 雇主提供劳工定期健康检查 在劳动精神法跟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是基本规定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教师还不如劳工啊 我自动而为是劳工 我们在座的像林厚军林律师 是专业者也是劳工 我们全经联的这些银行的从业人员 他可能是副理相比 他可能月薪很高 他是专业者也是劳工 待会会到的张新龙 张教授 学术养成要超过十五二十年 他是专业者也是劳工 把专业者跟劳工两个名词对立起来 其实就是先污名化我们劳工 同时否认专业者自己所认知的专业 回到我们现在目前的教育现场来看 其实老师除了教学之外 他要担负越来越多跟教学周边的这些工作 其实他们面临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可能来自学校的 可能来自学生 家长 老师的权力义务这个部分不明确的情况底下 到底他们要怎么样保障自己 所以面对他们的压力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够只是一味的要求他们要牺牲 要忍让 然后要重视 要去投身这个教育的职业 因为这是他们的天职 我觉得这样子的要求其实是没有办法这个 就是缓解目前这样的对立的状况 那如果要缓解这样的对立的状况 唯一的方式其实就是对话 也就是展开一定程度的对话 包括劳资之间的对话 所以团体协约它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都呼吁这些校长协会和家长团体 不要再用对立的思维来思考这个团体协约 因为毕竟团体协约它其实只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它的目的其实要透过劳资之间共同去决定 然后来决定说他们之间来稳定他们之间的劳资关系 所以如果今天资方越排斥 只会造成更大的反效果 它会更造成这个劳资关系的对立 而劳资关系越对立的话 其实真正受害的人会是谁 大家想清楚应该其实就是学生吧 他是有正面帮助的 请千万不要以为说 都是劳工出来吵出来闹 不是这样 今天如果大家都批评劳金法是一个已经实施三十一年 然后还不知道劳资法在规范什么 说因为不合时宜 那各行各业都是用一个劳金法这样不对 好啊 那现在有团体协约你们好好的去谈 你这个产业的 你这个职业的你好好的去谈 这样你也没完 那到底你要什么 你要的是 无非就是 我校方说的算 老师是要有道德良心的事业 所以你们不能够有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这样既会造成教师过劳 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受损 那也一定会严重影响教学品质 让学生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老师既是教育工作者 那他也是人 他只是教育工作的机器 然后也是劳工 所以用学生的角度来看 教师跟政府来签订这个团体 协约明定工时 对学生来说 当然不会造成受教权的侵害 而是会对受教权有益无害